2013经济信息绿皮书预先在北京发布 大陆明年将面临新一轮的物价上涨情况 预计2013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为3% 受到北方强冷空气影响 大陆各地惊奇持续降温 北京明天将降至摄氏零下15度 恐将打破30年同期的最低温记录 河北北部也将降至零下22至26度 部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零下38度 圣诞节临近 丑闻产生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 正在北京向中共领导人数值 香港泛民主派接连向他送上大礼 除了启动弹劾程序 也在街头展开报家音的行动 会去更强大的民意破他下台 在北京市外地上皇者聚集地 南儿环永帝门周围 有访民贩售国家领导人通讯录 内容不但及时更新 全是18大后的官员名单 通讯录尾业 甚至还有温家宝的电子形象账号 南章说通讯录是全彩电印 每本售价原并6元 十分长销 新唐亚的电视整理报道